肖战在GBA电影音乐会2024上吸引所有目光,宛如明亮月光般的美丽形象。 GBA电影音乐会2024不仅是一场音乐与电影的盛宴,更是著名演员肖战闪耀的舞台。 他以充满阳刚之美的形象登场,迷倒了整个会场。 他的每一步,每一个动作都仿佛点亮了整个空间,营造出如同昊月当空的梦幻氛围,让人不禁沉醉。 月光闪耀肖战的美让粉丝心碎。 从出现的那一刻起,肖战的无暇美貌已经让粉丝们感到惊叹。 他的棱角分明的脸庞与迷人的微笑,迅速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不少粉丝在看到这一刻后,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激动心情。 有人甚至形容他的光芒如同夜空中的皎洁月亮,照亮了整个夜晚。 在这场活动中,不仅仅是舞台灯光在闪耀,肖战的存在更让整个会场熠熠生辉。 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艺术家,还是温暖,亲切的象征,让成千上万的粉丝心潮澎湃。 一位粉丝激动地说道啊,啊啊啊啊肖战太帅了迷倒粉丝。 双引号。 梦幻的月光之下感动满满的夜晚。 GBA电影音乐会2024在梦幻与闪耀的氛围中展开,月光仿佛融入了每一个到场者的脚步。 在星空下,昊月当空,光芒洒遍全场,让所有人感受到温暖与亲切。 粉丝们不仅沉浸在甜美的音乐中,还度过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 在那迷人的月光下,人们尽情跳舞,伴随着旋律,沉浸在这如梦似幻的场景中。 而肖战的存在,宛如与这美景融为一体,成就了一幅完美的画卷。 它就像反映明朝宏伟气势的月光,唤醒了古老而迷人的价值。 难忘的夜晚不可错过的时刻。 在这一夜,不仅有音乐与灯光,更有肖战与粉丝们的温馨互动。 它毫不犹豫地分享了自己对于这次活动的感受,表达了与观众相见的喜悦,并感受到大家对它的深厚情感。 它的光辉不仅照亮了整个会场,更照亮了无数家庭,带来了温柔的暖意,拉近了它与粉丝之间那无形的纽带。 粉丝们的真挚评论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一位粉丝这样说道,肖战就像我心中的那轮明月,照亮了万物,带来了如初的温暖。 这一夜的每一个瞬间,都将永远铭刻在每一个到场者的心中。 双引号 GBA电影音乐会2024,肖战带来的情感巅峰。 毋庸置疑,GBA电影音乐会2024已成为今年最难忘的活动之一, 而肖战的出场无疑是这场活动的关键亮点,使其更加引人入胜。 他在月光下闪耀,仿佛他就是迷人与温暖的化身, 让这场活动的每一个瞬间都变得特别。 虽然活动已落幕,但余韵依然萦绕。 粉丝们继续分享着他们的照片、视频和感受, 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强烈的讨论浪潮。 没有人能忘记那一刻,当肖战走上舞台, 像夜晚的明月一样照亮了所有人,令每一颗心都为之悸动。 如果你想重新体验这些美妙时刻, 千万不要错过观看GBA电影音乐会2024视频的机会。 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 充满了肖战的闪耀时刻和满满的情感, 正等待你去探索。 赵露斯XTiniwini,满怀感动与感恩的旅程。 著名女演员赵露斯与时尚品牌Tiniwini的合作活动在极其特别的氛围中举行, 从粉丝们的热切等待到赵露斯的温暖行动, 无不令人动容。 在活动尚未正式开始的前一天晚上, 赵露斯的粉丝们就已聚集在活动现场等待她的到来。 然而,突如其来的航班延误达9小时, 这让赵露斯非常担心自己是否能及时赶到活动现场。 这也使得那些一直期待, 见到她的粉丝们变得更加焦虑不安。 然而,赵露斯并没有让粉丝失望, 他迅速采取了一个非常贴心的补救措施。 他为在场的所有粉丝订购了200多份饮品, 并建议大家在等待饮品到达时, 可以先到二楼享用一些奶茶、饼干和甜点。 这一举动不仅表现了他对粉丝们的关心, 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他的真诚与亲切。 尽管今年没有生日演唱会, 赵露斯依然给粉丝们带来了惊喜, 他透露自己录制了一首全新的R&B风格的歌曲, 这与他以往的作品完全不同, 展示了他的多才多艺, 也让观众们充满期待。 赵露斯还分享了他的一个特别爱好为他人修美貌。 尤其是当他看到粉丝们模仿他的穿衣风格时, 他总是感到自豪。 从穿搭到化妆, 赵露斯在粉丝中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此次活动的另一大亮点是赵露斯继续与时尚品牌Tini Winnie续约, 这也是他担任代言人的首个时尚品牌, 双方已经合作多年。 更有趣的是, 为了确保赵露斯能准时抵达武汉参加活动, 品牌还特别为他安排了一架私人飞机, 这也体现了双方之间牢固的合作关系以及彼此的关心。 在米兰时装周期间的一次采访中, 赵露斯还大胆透露了他的一个饮食爱好将巧克力与米饭搭配食用。 然而, 他只在不需要严格控制饮食的时候才会享用这一独特组合。 这也显示出, 尽管是公众人物, 赵露斯依然保留着简单, 贴近生活的喜好。 本次活动的另一个高潮是赵露斯坦吉, 他在电视剧《让我闪耀》中饰演的角色许言。 他透露, 自己亲自为这个角色化妆, 因为这样不仅能节省不少时间, 还能帮助他更好的掌控角色的表现。 许言这一角色是一位MC主持人, 他在剧中需要学会如何与不同的嘉宾打交道, 读懂表情并理解现场情况, 尤其是在面对众多嘉宾时, 需要分辨出彼此之间的微妙关系。 许言从兼职员工成长为专业的MC, 再到成为一名知名的主播, 这个过程充满了乐趣与挑战。 赵露斯从角色许言身上得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感悟, 我不会再为谁化妆成玫瑰花, 我要成为属于自己的向日葵。 这是一句坚强有力的宣言, 表明他会忠于自我, 不会为了取悦他人而失去自己的个性。 尽管工作日程非常紧张, 并且不得不频繁更改航班, 赵露斯依然尽全力圆满完成了此次线下活动和直播。 这不仅让粉丝们感到满意, 也展现了他对工作的专业精神和投入。 赵露斯的所有努力, 没有辜负粉丝们的期望, 这些一直以来全心支持他的忠实拥护者。 赵露斯XTNVNIC的活动不仅是一次时尚产品的发布会, 更是粉丝们感受到偶像、感恩与关爱的温馨时刻。 凭借他的细心、敬业和幽默分享, 赵露斯巩固了他在观众心中的地位, 不仅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女演员, 也是一位在年轻人中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人物。